大家好 我們剛剛出了一個伏筆 我們的問題是說 如果太古達安那個球到這邊 如果滑手按下去 我們想要算得分 沒有按要扣分 有個得分跟扣分的判斷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它小於258 就是要準備扣分的 當它移動到某個地方消失掉 它沒有按到要消失掉 258就是扣分 258之前到263應該是要得分 如果按就得分 所以我們要寫法 就義符什麼事情要做得分 然後呢 義符超過 超過就是如果走太遠 超過的話 那就扣分 所以我們就有兩個 義符超過 然後扣分 代表說沒有弄到 所以得分有不同分數 同時有個地方是要印出分數的 我們就以這三個做基礎 來完成我們的程式碼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的左上角 我們做的事情是 義符在這裡 義符括號 cx如果大 如果小於多少 而且cx如果大於多少的話 什麼意思呢 258是小於某個方法 所以如果我們用數學速限來畫 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如果有一條線 超長的 比如說三千乘三千 有一條線很長畫下去 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 這線有點斜掉 沒關係 這地方有個東西叫258 所以我們標的關鍵字叫258 在這裡 258 那麼我們現在知道右邊有個頂點 258以下的 所以我們用鉛筆用紅色代表 這個什麼 就是要扣分的狀態 超過我們辦法扣分 那麼現在我再用綠色來講一下 綠色就是中間這一段 就是要合理的加分 合理的加分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線 這對應的點呢 就是這邊講的 所謂的 那個 我忘記多少 再重看一次 就是263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介於多少 在中間263到258 所以我們繼續再寫一下 這是22263 所以如果數字是介於263到258的中間 我們就要計算 看看有沒有按滑鼠 有按滑鼠 就是要計算成績 所以 比258大 就比258大 比263小 介於兩個的中間 所以我們開始寫我們程式碼 通常寫法 錯誤的寫法是這樣寫的 錯誤寫法不是很好 還是這樣寫的 不要這種寫法 258小於x cs 小於263 這是錯誤的寫法 絕對不可以這樣寫 這是數學上的寫法 在程式語言的寫法 應該是這樣子 cs 複製一次 然後中間再寫 and end 7s 所以什麼 258小於s 而且x要小於263 這就是準備要得分的狀態 那準備要得分 那還有是第三個條件 所以它同時大於左階 小於右階之外 我們再加第三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 而且 mouse pressed 如果滑鼠有按下去的話 這三個條件弄起來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條件 這三個條件小畫家告訴我們 第一 如果這時候我們要做得分 什麼是得分呢 就是分數會變大嘛 對得分 score叫分數 我想讓大家知道一個小技巧 我通常寫程式的時候是先寫變數 我不會在前面先宣告它 因為我滑鼠在寫的時候 我腦海中思考 思緒不要斷掉 既然剛剛在寫1符 後面馬上寫分數 我希望分數加等於 一次加等於100分 所以呢 我們現在才遇到一個問題 分數還沒有發明 我先寫分數加100分 決定個分數 這時候再到前面去 把這個分數宣告好 分數一開始是0分 現在加100分 如果我在那時候滑鼠按下去的話 加100分 好 我們最後一步要完成的是這裡頭 如果它是什麼 如果它是什麼 如果超過就扣分 但扣分很奇怪 所以我們決定不用扣分 我們說所謂扣寫 什麼是扣寫呢 就是我們有另外一個叫寫 如果它小於它 就中間如果ok了 那這個cs 又等於800 意思就是說如果按下去成功了 它又跳到右邊去 再重新跑去 這個跑過去 一個說在條件內有按到它 可是如果時間走到就是它又走過去 都沒有按到它怎麼辦呢 那就是悲劇發生 這悲劇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要扣寫 所以順便講 HART就是寫 寫 寫或Blood隨便 寫呢 減減就一顆愛心減減 所以我們開始發明什麼是寫呢 HART總共有10顆星星 如果星減減就少一顆 所有10顆星星都沒知道到 遊戲提早結束 所以我們這時候最後再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 已經有兩個異幅了 我們要把分數跟數字印出來 什麼印呢 在這邊 畫完背景圖 我們要寫一個字 寫什麼字呢 我們寫TEST 寫字 寫什麼字呢 我們要寫的是 score 分數是多少 加上score 加上 後面這邊是一個 HART 心有幾顆心 然後再冒號 再寫的時候 有幾顆心 這個寫法 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這是Java的語法 text是放文字 左邊那個 裝一號是個字串 右邊是數字 數字為塞進字串裡頭去 HART是字串 前面加個空格 是故意跟左邊分開來 再加上一個數字 真正出身的底線代表 參數加錯 它有三個參數 一個字串 加兩個浮點數 Float 哪兩個浮點數呢 坐標 比如說現在決定坐標 在上面或下面 比如說我決定在 那個 100 100的地方 畫這個 線畫出來 而且我希望 顏色畫清楚一點 Fill 畫紅色線 25500 紅色線 我們現在把層次寫完了 我們現在把分數 印出來 在上面 哇 字太小 看不清楚 我覺得應該畫 大一些些 所以字再放大 這邊再寫下 text science 色成80 超大的字 超大的字 我們看字有沒有比較好看一點點 還是不清楚 因為紅色色系太太不好了 所以我們把顏色在最後製作修改 我們怎麼改呢 RGB 我們決定改成大藍色 0025 在執行最後結果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藍色成 score 是0 Hart 是 19 然後8 完蛋快死掉 7 要快邊寫 所以要準備按 按喔 時間準確要對喔 按下去沒按到 再來是1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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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 A加100分了 很好 其實都對了 按下去 也沒按到 完蛋 寫越來越少了 按下去加100分 4的12345 按下去加m又按到 這條件太嚴殼了 但是我們就可以做出 有分數判斷的程式 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接個圖 這就是我們剛剛寫的程式 那其中重點123 我再做一次重點降減 123分別就是這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它會有一個移動的分數 有一個移動的Hart 然後它就是做分數的判斷 看我怎麼按下去 有沒有啟動 那我跟大家推薦是這個條件太嚴苛了 我希望把範圍弄大一些些 所以只要是之前 我前面後面都加一下數字 如果現在改成250之前 通通都算得分 250 還要小 就超過左邊 250的左邊的時候才扣分 這個判斷會很寬廣 比較不會死掉 我們開始做一下 一杯一杯加分 沒有加到 要讓它消之前加分喔 加分 100分 一杯一杯加分 200分 一杯一杯加分 300分 太好了 這就是我們最後要做出來的遊戲